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根据移民法规一般要求对于K签证未婚配偶 两个人本来已经考虑到结婚 那么此前一般来说需要见过面 有过交流 怎么证明两个人见过面呢 这一位申请人提供了两个人的合影 照片上面自己写啊 说这是一年前啊 过去某年月 在一起在那里照的 移民局认为这个证据不够充分 大家知道呢 在现在的这个技术条件下 合影可以是人工制作的 所以仅仅有照片 不足以证明亲属关系 那么还需要什么样的证据 什么样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呢 来证明亲属关系呢 移民局在其他的一些案例 以及阐述规章中呢 举了一些例子 比如说个人彼此见面 旅行的机票或者火车票 住的旅馆 这个旅馆的收据 如果说我没有保留原始的这些票据 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旅行的支出 一般呢 那你需要用信用卡啊 或者银行卡 那么你的银行对账单 或者信用卡的账单 上面显示了买票或者旅馆的支出 也可以作为证明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我的未婚配偶 或者是亲属在美国境外 那么我旅行在护照上面 也有旅行的记录 这个呢 也可以作为证据 另外呢 照片本身也可以提交 可以作为辅助证据 那么类似的呢 这个亲属移民往往呢 除了两个人在一起的照片 照片上还有其他人会比较好 就像亲属移民这个家属的签证 往往呢 有的时候也要求 比如提供婚宴照 那么不仅仅是两个人结婚的照片 证明有其他人参加了这个仪式 见证了两个人的关系 那么还可以提供什么证据呢 比如说两个人共同的朋友 可以提供证明信 证明这两个人年龄相当 这个兴趣爱好一致 经常共同出现 看起来关系和谐等等 当然除此以外呢 还有其他常见的证据 比如说共同的银行账户 信用卡 保险 资产等等 那么此外呢 在面谈的时候 亲属移民或者职业移民的 副申请人 在面谈的时候要证明夫妻关系 可能会问到你的配偶 对方的出生日期 对方父母的姓名 还有两个人结婚的时间地点 这个呢 真有一些 去的人不知道 或者想不起来的 那么这个不太好啊 所以呢 去面谈以前呢 需要相应的准备 好 我们这个讲座的题目是 只有合影照片 不足以证明亲属关系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就是illas 比方的不足以证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